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看 柯文哲市長在星期六的時候 訪問了這個金門 因為民眾黨的金門黨部來成立 他就說那該條金門 金夏大橋 那麼讓廈門直接通金門 他有講他說水 電 垃圾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我們知道其實金門在水跟電的部分 其實都不好處理 你不說沒有地方送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蓋一個這個大橋都可以解決掉 這是民生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到民進黨立委他就有講了 如果說蓋了這個金夏大橋 等同就把金門送給中國 因為黏作會 速度很快 解放軍坦克車直接過來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妹妹姐 那你如果照這樣看的話 說真的剛才蘇小惠文 有特別提到說金夏大橋其實講了很多年了 但是好像金門評估完後意願不高 意願高的幾乎都在中國這一方 我先講 柯文哲講到金夏大橋 我聽得真的很驚嚇 知道嗎 一個要選總統的人為了蹭聲量 為了轉移焦點 為了搏板麵 為了討好中國 搶著當現代吳三桂 柯文哲不就是這樣子嗎 金門人意願不高 中國在撲撲 剛剛喬會委員講得非常好 你看人的藍圖都揭出來 第一站就是金夏大橋 他還圍兩條 白一條哪一條 白一條哪一條 接下來就是要投到澎湖 他還挖地下鐵道 就是這樣子 那你是要什麼 幫他開第一里路是不是 開了就通了 對 來 我給各位看 我覺得柯文哲 你不用在那邊假裝天真 國安的問題我不懂了 試試看 你會不懂嗎 你會不知道知識體大嗎 還有你會不知道 這個不是你的權責嗎 這個真的要談 也是陸委會跟國台辦在談 不是嗎 這不是他的權責 不是你的權責 你在講什麼 好 第二個給你上一課好不好 沒有知識 沒有嘗試有點知識好不好 各位來 你看這一張 大家看這張圖 這是什麼橋 這是克里米亞大橋 一邊他是可以通公路 也可以通鐵路的 公路是二零一八年 鐵路二零一八年 公路二零一八年完成 鐵路二零一九年完成 對 然後二零一四年 普丁不就是入侵的克里米亞嗎 對 就積極地蓋這座橋 然後提早表定半年時間之內完成 二零一八年五月完成的時候 普丁親自開著大卡車 通過克里米亞大橋 到第二年 他的鐵路線完成的時候 他坐地板列車 普丁覺得好光榮 這個是可以載到俄羅斯歷史上 我普丁大地的豐功危機 我把克里米亞收回來了 我還蓋了一個克里米亞大橋 這就是克里米亞大橋 各位這個下面是克次海峽 克里米亞大橋全長十八點一公里 他連接 把克里米亞連接到俄羅斯本土去 這次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他們的彈藥坦克 一些軍備 就是通過克里米亞大橋 源源不絕地送到克里米亞 然後去進攻烏南 你這樣子才能夠統治他 是 而且多麼方便 十幾公里 十八公里 他花了多少錢 蓋這個橋 他發了三十億美金 OK 但是三十億美金值得呀 值得 他普丁大地 你看這個就是把克里米亞收回來 最偉大的象徵的地標嘛 交通通了什麼都通了 對 什麼都通了 他就藉由克里米亞半島 就去攻打烏南這塊地方 然後東西就源源不絕地運過來 所以今天柯文哲在做的事情 他的倡議就是幫解放軍 到時候要來侵擾金門 進一步要來奪取臺灣的時候 大開方便之門 特別是在這個時間點 除了剛剛喬惠委員講的 一點非常重要 中國為什麼要把臺灣海峽內海花 很簡單 他就是要創造 輿論戰先行 法律戰先行 我就先講了 然後我威嚇你們各國 美國當然不甩他 美國就是照樣過我的軍艦 但是其他國家呢 可能沒想要抓這個路面吧 路面的純有夠多嘛 航空母艦第三艘有下水了嘛 OK 所以你們其他的 我哪容得了你加拿大英國 德國什麼日本 澳洲 你們這些通通不要來經過臺灣海峽 這是我的內海 就現在臺灣的首都的市長說 我們來蓋個驚嚇大橋 呼應他的內海話 這不就是個具體的象徵了嗎 你說誰會最高興 當然老共最高興不是嗎 所以第一他的鯊魚理論嘛 他的網軍的東西 已經被圍攻到臭頭了 這時候趕快他的鯊魚理論就是說 哎呀我趕快再丟一塊肉出去 然後呢鯊魚聞到血腥味道大家就去追了 媒體是鯊魚 對他認為是 所以呢這個驚嚇大橋呢 讓大家非常驚嚇 這個就是香噴噴的肉丟出去 你們就忘記我網軍的事情 你們就要講驚嚇大橋事情 第二個他這個時間點呢 講為什麼非常巧 中共一定會暗爽 我才剛說把金門內海話 馬上柯文哲就來呼應我了 而且呢柯文哲有心要討好中國 因為不要忘記哦 中共最近對國民黨沒有好臉色 為什麼 因為朱立倫跑去訪問美國 他說什麼 我們是親美反共 國台辦出來罵人了 對不對 然後中國這講得非常難聽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甚至有人就罵他們是小民進黨 對不對 然後反正講都不能聽了 可是你要知道啊 柯文哲也很想訪美啊 他要選總統 歷來要選總統的 是不是要訪美呢 但是呢 萬一訪美呢 講出一些話 得罪老共怎麼辦呢 所以乾脆我就先送一份大禮 我嘴皮子動動 我表達我的好意 我符合你的計畫嘛 對不對 那到時候呢 如果講到一些什麼話呢 或者說跟你中國感情 沒那麼近的 至少我已經充分表達過我的善意了 我已經先打了預防針 先打過招呼 我先打過招呼了 但柯文哲你把大家當白痴嗎 美國的AIT不會蒐集情報嗎 人家怎麼看你 臺灣人民怎麼看你 對不對 然後講那個是鬼話連篇 又是說什麼 他不只講這些 他還講什麼 他說在金門可以蓋醫院 廈門人可以來金門 因為臺灣的醫術比較厲害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樣子 這整頭的嘛 整頭來講這個嘛 有沒有探集 對 便宜探集就對了 對 便宜探集嘛 這個對岸嘛 受惠於對焊就對了 媚眼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還說來這裡 我們快問人也可以探集 他真的認為說 他可以這樣切割 一方面討好老共 二方面創造聲量 三方面好像跟金門這邊呢 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臺灣的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你要選總統的人 對臺灣人來講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你對國家的忠誠度 你對臺灣你如果沒中心 你不用想 你絕對不用想 那今天臺灣最大敵人是誰 那不就是中共 就你今天講驚嚇大喬 然後你暗和了他這一切 配合在這個時機點 在老共說臺灣海峽 不是國際隨意之後 你講這些話 機關算盡 但是柯文哲 我可以告訴你 你今天賺一個極短的短線 就是今天節目 討論完 驚嚇大喬以後 明天開始也許大家 就不討論你了 但是你是不是現代吳三桂 你是不是賣臺的一份子 我想全國人民老百姓 從此對你的定位 就是更加清楚 定性更加清楚 然後你認為 你要去訪問美國之前 先跟中國這邊打好招呼 你可以鋪平道路 那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一言一行 老美也會緊緊的 把他承報上去 所以玩弄東玩弄西 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對國家忠誠 到最後 我只告訴柯文哲 你會機關送進 算進太聰明 你會算掉了自己的性命 劉伊德主席 我查問金門 當地現在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以前小三通 我在通的時候 其實兩岸 其實都慢慢 都會有些通 賣東西 拼觀光 金門 是要賺錢 可是後來小戰鬥斷掉之後 我們來看到說陸委會委託學者研究 小四通對金馬的影響 研究結果示警 小四通對金馬未必有注意 需要注意文化克里米亞化 這個克里米亞化 剛才美美姐有特別說到 那個球的問題 那說以金門現在在地狀況 蓋這個橋 真的對金門 有幫助嗎 我這個題目這樣說 我其實有部分 很同意剛才兩位美女 講的的論述 但是應該這樣看 這個克文哲現在講這個話 實際不對 因為這三年前開始 阿強要打飛機 他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這其實是準戰爭狀態 現在在這個建政狀態 李副蓮肯說要蓋一條橋 這不是頭盤的 就是通筆 通筆 通筆 這是很明顯 不過我希望大家回顧一下 這個事情 最早就是對民進黨這項 旁邊這項是來 蔡英文做陸委會主委 開始說那不然先來小三通 那個人說 其實一些比較有意思 來說這小三通不大好 金門會慢慢中國化 他的制度 金門本來是戰地 政務 開始民主化 之後制度是臺灣化 但是屬上開始中國化 然後他的經濟變成廈門化 現在你如果對金門有了解 其實金門現在 會問的一個 小小的鄉下這樣 很接近 還都互通有無 我說得粗魯有的很多金門好 人去那帶小魚都來來去去 就祝他廈門金門兩邊跑 你說兩邊都有家庭 兩邊都有家 這個情形其實是對小 從小三通開始 好 我們再檢驗一下 你台南都很一貫的主張 你如果把它當作戰地 台南都要看法是這樣 你如果用臺獨的基本理論 特派的基本理論 基本論述 其實我們金門馬祖 那些屬於中華民國的土地 我們是沒有的 但是要有前提 你中國要先進 我臺灣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這都可以行李 他沒有嘛 他就是要跟臺灣 都要給你吃掉 所以他會變成 戰爭的一個地方 變成前線 如果是前線 你不能放棄 就像克里米亞 以前是那個 那個烏克蘭的領土 現在他也想要再唱回來 真正的就是寸土必爭 這個不用討論 但是現在的問題 出於柯文哲 幹嘛在這個時候講 講這些話 為什麼在這個習慣 我以前他有設計過 不是亂說的 修宣就是 他發覺說 他想要選總統 臺灣的主流 民意是很討厭 很堵欄 那個共富 你現在如果政治上 還一直在講 那個什麼兩岸一家 現在這個人家聽不下去 你票一定往下掉 所以他現在開始設計 他現在不講正統 他講精統 他用經濟 用經濟 那不是說 我也要親近祖國的 但是我不講那個 我只要跟你談 經濟合作就好了 經濟要討論 經濟要討論 一般臺灣人聽不大懂 生活好就好了 今天人說開心就好了 這不要去講政治 經濟不要講政治 這是他為什麼挑這個議題 第一個 第二個他會從 他要本來是明統 本來臺灣人聽 你說的很容易把他通牌 但是你知道這個東西 越來越沒試到 他臺灣的選票 所以他開始變成暗統 你推到後面 你會覺得他還是心向 祖國的心向共匪的 暗統的話用經濟統 明統是根本不跟你統 因為政治是比較 對 所以如果這樣 是不要小看 他這個會搶到一些國民黨的票 一些國民黨真的要討論 你看人在晚上做這個工作 我要賺錢就好了 我政經不跟你做會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要這樣說 其實金融 如果我們設計得好 金融本來可以做一個 很好的經濟母 就是說你臺灣怎麼改變這種 你臺灣的資金去投入 你讓那個中國人來那 讓他的工資比較連接 你過一些工藥給他們來 但是我們也不要把它軍事化 就讓他變成一個投資的勝地 把他的稅降到很低很低 甚至免稅 開一個工口 讓他通全世界 其實金融可以這樣設計 金融人也很好 也要聽臺灣 但我們的設計 其實有但沒辦法綽合 就是說 一開始 我這樣說 在民進黨 貶執政到蔡英文 這個十幾年 十八年的時間 其實民進黨跟國民黨 這一部分很像 就是覺得臺灣海峽 應該會越來越好 我注意聽 就其實大家感覺到共匪 很不友善 是最近的事情 差不多三年 我記得 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說要通水 有沒有 金融開始 其實現在金融人都用的是中國的水了 現在已經是 現在已經二零一八就完工了 他是馬英九執政事業 二零一五做的開始說要做那個水管 現在已經三年就通了 我記得那時候的表決 裏法院裡面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支持 支持那個通水計畫 水就是運用野民來就對了 民進黨也 那時候只有三十四的台南翻臺 我們在說怎麼有人要戰爭啊 吃的水是跟人家的水 都像台南翻臺 三十四 你去做那個 去做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 馬英九執政時代 他決定說要通水嘛 用這個 這個有 如果是 坦白說啦 如果臺灣跟共匪的關係越來越友善 他沒想要打臺灣 這其實也無可厚非啦 大家方便嘛 現在已經是一天要用一萬棟 超過一萬棟的水 意思是說外殼也要外殼 說實在 說實在 如果真的建議他把水切起來 只有水你就不知道要怎麼送 這個問題 我不是在怪民進黨 民進黨在當年 其實也是覺得如果兩岸關係越來越好 那就一定說這個動那個動 那叫那個趨勢 我說實在話 包括現在說要起司調教 可能民進黨也不會反對 但是 但是 現在氛圍不對啦 對 你在這個氣氛 你中國 整個一半 一半向臺灣選戰嘛 你婦人機日報你還說不聽 那些南部婦人機 取費的頻率多高啊 在這個時候柯文哲 說真的 簡單說 他就是心懷過胎 超過的啦 超過的啦 超過的 他都網軍被打得很兇了嘛 他現在 暗時跟阿強 暗時說 你看 你看我給你配合理由 這個保護我都同意兩位的說話 再來 他這個還可以 抽到這些南軍的票 國民黨沒有人會反應 朱立倫起來 什麼親中 親美反共 反共 柯文哲說要蓋金下大橋 這一筆 這個比較痛喔 這個比較符合 這些中國人 台灣的中國人的思想 這麼一來他是兩面通勢 所以 我說一樣一句話 我們現在比較有台灣議員 越麻煩他 他在南軍唱到的票 越多了 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他是有照一個邏輯在做的 代表現在議員 如果按照剛剛這幾位來賓的說法 的確這一切都是選舉選票考量 當然 因為柯文哲現在當然最重要還是維護他的聲量 他也希望他在這個聲量上面 也可以獲取其他盛世的認同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驚嚇 那喬喬喬很有趣的一點是 陳玉珍馬上就同意柯文哲的說法 陳玉珍說這是金門人的盼望 但我要說這是中國人的盼望 這是中共的盼望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陳玉珍立委 其實很明顯 從以前到現在 他完全毫不掩飾 他就是一個極統派 他是一個促統派的立法委員 他等於是中國在台灣立法院 得這樣的一個棋子 所以他一直以來在政治上 他就是採的跟中國是在同一線 而且他也並不會言 金門跟廈門同屬一中這樣的一個立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這個陳玉珍一直表達說什麼 這是為了民生好為了人民好 可是實際上完全是跟中國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他這一次完全是認同柯皮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剛剛美美姐講得很清楚 其實說實在的 在這個驚嚇大橋裡面 是中國人是非常同意盼的 可是金門人其實並不同意 他們並不認為說這個橋蓋下去 對他們有比較好的生活 而且大家要知道 這個確實有可能成為在國防上的一個破口 當年在這個金門的古寧頭戰爭 當時這個中共要渡海來台 要來侵犯這個金門 那場戰役裡面這個打了三天三夜 那最後共軍兩萬人是全軍覆沒 因為沒有辦法登上攤頭 所以這個金門對台灣來說 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所謂的天險 那是可以阻擋這個共軍就是 進犯台灣的第一道防線 如果因為這個橋蓋起來而被打破了 那我想台灣就會立刻感受到危險 那像澎湖基本上沒有什麼太高大的這個山脈等等 所以澎湖很難作為我們中間的這個屏障 金門才會是真正的屏障 所以金門一旦這個大橋蓋起來之後 真的中國要入到台灣真的是簡單很多 所以真的是柯文哲在這樣的行為上面 為了自己的選票等於是出賣台灣 真的是現代的吳三桂 我們正要用力的譴責他 他這樣子去出賣台灣 為了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 那我想這樣的政治人物 我們應該都要唾棄他 維元兄按照剛剛來賓所說的 這個柯文哲市長有精算過 那這樣子應該會搶到很多藍色的票 這是一個想法 第二個大家對於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柯文哲市長的這個行程當中 對這個驚嚇大橋果真很驚嚇 反倒是crazy Friday的部分 想說可能是不是請他出來選 台南市市長或者是說他背後 還是有很多的糧草等等的 大家似乎都比較關心金門 對 沒有這個禮拜週末 柯文哲就又驚嚇又瘋狂 crazy 現在講一下這驚嚇大橋的事情 我先講一下 如果今天假設今天金門跟廈門 真的蓋個大橋 那會不會有所謂的這個什麼 這個大陸的這個什麼坦克車過去的問題 像那個王美慧委員講的 老實講那個橋坦克車走很慢 你真的發現坦克車上去的話 趕快飛上炸一炸 他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就壓毀了是不是 對 但我必須說 我先回到這個本質講 金門人就我對金門人瞭解 金門人其實跟廈門 因為過去小生這種關係 他們生活其實相對比較精密 這是事實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去跟金門人 談一個當地公投說 要不要幹一個金線大橋 我猜過的機率蠻高的 當地公投我猜我猜 但問題是今天回到我們整個國家的立場 今天柯文哲為什麼提出這個東西 你不要忘了他過去 他接下來是他想選總統的人 如果你今天為了金門的選票 你說我蓋一個金線大橋 拋棄兩岸下有點敵對的這樣子 一個政治氛圍的話 那接下來你要選總統很可以 你說如果當地的人有需要的話 蓋個橋也不會問題 一個反共大陸的利器的話 那你就說那我們台灣跟大陸也蓋個大橋 你敢不敢提出政見嗎 如果你認為金門邏輯對的話 你在台灣提出來嗎 如果你在台灣不敢提出政見的話 代表說你只是為了去滿足金門的選票 去講一個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或甚至是一個侵犯到這個國家 這個尊嚴立場的一個政策 所以其實我覺得整個政策 我覺得柯文哲要去再思考一下 包含剛剛曉惠委員有講到 這所謂的這個過去我們聽到說 這個大陸也有這個所謂鐵路過來的事情 他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金臺高速鐵路 剛剛曉惠委員給的是個小圖 譬如說這個福州到新竹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請問 柯文哲你要不要去問一下 這個新竹的立委 這個現在高鴻安 他要選市長的話 知不知情這政策 如果你真的要蓋的話 還有呢還有一個圖是什麼 全州到台中 台中你就問民眾黨蔡秉昆 最後廈門到高雄 高雄現在全民眾黨市長市長 不知道可能是蔡秉昆 都是地下的鐵路對不對 都是地下鐵路 不一定他怎麼設不一定 就是說你膽敢的話 你就拋出這樣的政見 所以其實不要為了選票 去做這些一個政治的操作 還是要回到兩岸立場 因為今天你要蓋個橋 兩岸有善意的話 我其實我支持 你要你要有互動 我支持互動 但問題是你今天每天軍機都在台灣 這個海峽中間跑來跑去 那你知道沒有這個善意的話 你要不要如果真的要蓋的話 你要不要先請大陸把軍機拿回去 不要出動嘛 那回到這個台南 這是更誇張 大家知道民眾黨其實他是個新的政黨 他在全台灣各地方去插旗 但他其實沒什麼經費 包含大家不要忘了 之前還有民眾的臺中市的這個黨部 都真是志工 沒有薪水 所以找柯一子 他是個五彩集團的總團 大家知道五彩集團 他資本額有兩億 他是以土地開發起家建設公司 建設公司 他在地產公司的開發裡面是全台灣 全台灣的一百五十強 所以今天要回到台南的 大家不要忘記 柯一子在二零一八年選 台南市長的時候 還拿到八萬多票 那花了很多錢 當時 花了很多錢 當然他有錢嘛 對不對 他有錢 現在還很有錢 應該是吧 看起來還是蠻瘋狂的嘛 對 接下來 當然他的當時一些風格 吸引當時年輕人的注意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要奉雀這個規矩林一峰 我覺得柯文哲不安好心眼 他並不是要讓你去選台南市長 或者是真的說覺得很器重你 根本就只是看著你背後那資本 看著你背後的錢 用你的錢 就是民眾就沒錢 他現在就尋找金主嘛 台南竟然是比較弱勢的地方 他去跟你合作的話 一方面就是要這個錢 一方面就是要你的名氣 去打動民眾黨在台南的一個選情 其實背後都還是政治算計 一致政治算計 我們知道說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要代表民眾黨也好 親民黨出來選也好 這次來看到他拔樁很明顯 說找來了很多這個青藍營的里長 來參緒 不過他這樣的拔樁真的有用嗎 但是也傳出了其實有很多台北市議員 會跳船 從國民黨跳到親民黨 或者是民眾黨 稍後回來